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昨天的日落 荃灣西站其實是在海邊 往日我都在D出口慢慢在海旁走一轉 但今天我就在B1出口 原來B1出口一出這個車站 可以看到日落很漂亮 以往我就走低一點的角度拍 今次遠一點 平一點 高一點角度拍下去 就是荃灣西站的B1出口 一出去除了景觀被吸引好意外外 現在就是這個雞蛋花 一般雞蛋花在香港是5至10月 10月份其實是尾聲 但早在1、2個月前我已經很少見到它 在我走的周圍 它的花差不多下落了 所以我以為它可能被有些網站介紹的 可能會早些收花 原來不是的 所以都有一些意外的驚喜 它這裡除了這隻黃白色的花之外 還有一隻紅色的 如果你是去拍一段 就順便拍一段 有五個有少少大旋轉型 好像風車的花瓣 就很美 如果這樣看 好像紅色的花瓣 好像長一點 好白色的圓潤 不過各有各的美態 大家找一個角度去拍它就可以 大家留意 其實它都是甲竹圖科的 是有毒的一個花 其實很多花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都是有毒的 不過中國人以毒攻毒 它都是傳統涼茶五花茶的其中一個 其中一種花或者原材料來的 不過大家就要處理過的 不要隨便 而且量也有限的 不要隨便自己去煮 去煮啊吃 很大機會就會中毒 或者有些人喜歡黏花椰草 黏在嘴上 然後當然要去拍一下這個日落 不過我看到那個日落的感覺 還沒有那麼強烈 其實那個日落的日落落得很快 我看到它還是比較光一點 看到呢 在橋上的車輛就穿梭不適 特別是有些雙層巴線 就更膠似大一點 那大家看到呢 如果你用自動對焦 在移動的物體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一些走焦 或夢 那如果你拍遠的 那最好就 用回手動對焦了 那當然又拍一些花花啦 那旁邊呢 也都有一棵 夾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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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去拍了一陣子 當上它是紅色 那這隻呢 可能在陰影或綠色的襯托之下 很紅 對 它這隻紅 就沒有 之前那隻呢 就暗一點 那這隻呢 真的很紅 它有黃色啦 還有深紅 跟著還有一些粉紅 淺一點 那都幾特別 那都幾特別 未正式拍這個鹹蛋黃之前呢 我就拍了花花小 那其實多時間都過得很快 那即樣呢 很快又明顯感覺到暗了 那我就走回去 是的 旁邊呢 就拍 拍這個鹹蛋黃 那很久呢 都未拍過鹹蛋黃了 那真的很靚 那很難得呢 就在這個日落的時候呢 就去拍這個 對了 那剛剛有隻小鳥仔經過 那就是楊西夏 老樹芬鴨 那大家呢 其實昨天的日落呢 還未算是很漂亮的 因為它那個顏色呢 就還未去到說很 偏掩得很緊要 那天很紅 很特別的顏色 那呢 那後製我都加了 把色溫拉高一點 讓它的眼色出來 就溫暖一點 或者黃一點 對 更加有質感 其實肉眼看呢 是沒有那麼... 少少修飾了 對了 肉眼看是沒有那麼黃 那對於拍太陽 或者日落這些呢 究竟是收回一些光啊 即是降低個暴光值啊 或者是提高個暴光值呢 那是因人而異的 那如果你是想拍個鹹蛋黃呢 那你可以... 就是要是重點對焦 要是自己... 自己... 對啦 然後呢 就是... 降個暴光值的 即是等一些畫面呢 就深色一點 但是後來我發覺 如果我降了這個... 有些船剛剛經過 暴光值的話呢 那它周圍那些呢 就會暗得很緊要 那後來呢 我就調回一些 正常和調回一些光的 那我現在都習慣呢 是... 這個... 這個... 均勻拆過 是的 那變成呢 那它就算那些船啊 經過啊 其他呢 也都可以有一定的那個形象 那見到呢 無論是人呢 或者這個... 太陽呢 都是... 永垂 是的 慢慢會掉落個網 成為網中這個鹹蛋黃 或者是網中的職藥 就好像我們不進這個... 這個範疹的這個燭毛之中 那... 因為我沒有戴腳架啦 那...你會見到呢 那隻手呢 是要防的 那... 如果有腳架呢 就定點 還有好點 最好拍攝太陽銜彈王 最好是手動報告 去到無限遠 不需要再理會對焦 因為自動對焦很難捉過合 大部分都是對比的 找個對比大的去對焦 所以它會是走焦 拍攝太陽 雖然我不是固定位置 太陽明顯慢慢落得到 很快 時間過得真的很快 即陽西夏 即陽無限好指示近黃昏 真的在黃昏的時候很快 慢慢走完降線之後 就慢慢西沉 這些就比較自然的景象 可能大家都有拍這個流星 或者是一幕 或者是這個超級月亮 有時候都要看好緣分 你真的要有時間 還有遇到 我最近都比較累 還完工之後 所以就沒什麼心機去拍攝 我發現我只有一個 現在這個顏色 下的景象 已經跌了一個 下的景象 下的景象 眼光 下的景象 這個景象 下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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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像風雲變色 有少少紅 即讓西夏的Magic Hour 所以趕快拿相機拍一下 有些人很追求在網的中間 我就沒所謂 今早有個鹹蛋黃拍過一下 都可以 開心 這裏的欣賞殖陽的方法 就適合我這些冷日 一出地鐵站就是 真是怎麼找 所以如果你在附近經過 今晚五點六點 不如順便出一出閘 看看殖陽 以前殖陽西夏 人約黃昏後 大家對著殖陽都不錯 旁邊有一些飛機 不過已經飛來了這個殖陽 在另外一面 看見到順便便試試拍一下 過了一陣 殖陽又低了 今次真的完全在網裡 有些師兄 剛剛捕捉到 有些高一點的雙層巴士 剛剛在殖陽趴裏面 有些人說拍一些太陽 最好有些雷鏡 或者是 不要對著太陽 因為至少太陽 其實都相適合 CCD的感光片 不過一年拍一兩次 都沒有 沒所謂 還有相機很難用到它盡 用到它老化 基本上就比較困難 最後一隻手都不斷震 大自然也是一個美景 日出日落 365天 每天都很努力工作 還有準時收工 我們希望 好像太陽一樣 有起就有落 明天再見 我真的不適量西走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大家有時間去走一走 也挺近的 挺舒服 我拍得很快 其實就逗留了一天 半個小時左右 我都離開了 地鐵站一出 就真的很近載之車 和非常方便 大家有時間去走一走 拜拜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買到子 一下百分之間 我們要配一遍